德格萨斯州今天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诉讼 起诉因西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康斯威行州的选举过程违反宪法 这是首个以州政府的名义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的诉状 此案今天被添加到最高法院案卷中 已被正式受理 密歇根州副州长加林·吉尔·克里斯特 去年曾参加了中共政府与美国州长之间具有争议的合作峰会 参加会议的甚至包括 已经被美国国防部确定为中共军方的代理人机构 美国媒体调查发现 一名中共女特务通过长期的金钱收买和性汇入 迅速打入敏感的美国政治界 美国官员认为 中共间谍可以处心拘虑多年渗透美国政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希望看新闻 我是婉婷 今天是美中时间的12月8号星期二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美国大选方面的最新消息 本周二 美国德克萨斯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诉状 起诉边西法尼亚州 乔治亚州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选举过程违反宪法 这是自11月3号选举日以来 首个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的诉状 此案今天被添加到最高法院案卷中被正式受理了 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在德州政府提交的诉状中指出 起诉宾夕法尼亚州 乔治亚州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因为这些州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选举人条款 因为这几个州通过法院或行政措施 而不是州立法机关擅自更改了投票规则和程序 此外 德州政府还表示 同一个州之内的不同线的投票规则和程序也存在着差异 这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 因此 德州政府认为 基于上诉原因 这些州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存在投票违规行为 德州政府要求 最高法院应该下令各州允许其立法机关任命其选举人 诉状中说 被告州的一些官员以瘟疫大流行为借口 无视有关缺席和投机选票的州法律 给民众发放了数以千万计的选票申请和邮寄选票 废除了如何合法的接受选票 评估选票和计数的相关法律规定 不管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 这些州的违宪行为都达到了同一效果 那就是 使这些州的2020年大选的安全性降低 这些州对选举程序和投票规则的变更 不符合相关的国家法律 并且是未经州一级的立法机关的同意 因此 这些官员的行为直接违反了宪法 诉状中还提到 此案提出了一个法律问题 那就是 被告各州通过采取非立法行动 改变了指定总统选举人的选举规则 从而违反了美国宪法中规定的选举人条款 这些州的非法行为 不仅损害了其本州公民的投票权 而且还破坏了原告州 德州和忠于宪法的其他州的公民的投票权 该诉讼要求 法院裁定四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违反宪法 并寻求高院裁决禁止计算这四个州的选举团票数 根据今天更新的最高法院的受理案件安排表 显示 此案今天已被添加到最高法院案卷中被正式受理了 对此 前堪萨斯州州务卿 移民法与选举欺诈研究专家科巴赫表示 德州高院起诉四个摇摆州案 是目前以来提起的最重要的诉讼案 这一做法涉及宪法列出的少数几类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辖权的案件 其中一个涉及类别两个州或多个州之间的争议 科巴赫说 德州的诉讼很明显 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 四个州被告 分别以两种方式违反了美国宪法 他认为 德州的诉讼提出了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 它不取决于有争议的事实 甚至并不需要证明任何一个欺诈案例就可以胜诉 这四个州违反宪法的问题 足以导致他们的选举违规 美国媒体《国家脉动》近日披露 密歇根州副州长加林·吉尔·克里斯特 曾在去年5月参加了中共政府与美国州长之间一个具有争议的合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甚至包括已经被美国国防部确定为中共军方的代理人机构 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2019年5月22号至24号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 田纳西州长比尔里 华盛顿副州长塞勒斯·阿比卜 密歇根州副州长加林·吉尔·克里斯特 以及科罗拉多州副州长戴安·普里·马维拉 参加了被标榜为中美政府之间建立更紧密金融联系的独家交易机会的美中合作峰会 值得关注的是 从2019年以来 一直担任密歇根州副州长的吉尔·克里斯特是一名民主党人 他曾公开表达对川普总统的不满 据称 此次峰会的特色是美国与中共政府之间的一对一会议 其中有中共喉舍新华社进行了采访 曾被川普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的中共海外宣传部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了这次峰会 而中国总商会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上级单位 同样作为主办方邀请了许多有争议的 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公司高管 例如华为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和浪潮集团 然而 这些公司已经被美国国防部确定为 中共军方的代理人机构长达20多年之久 除此之外 参与峰会的中共政府官员还有 中共重庆市市长唐良智 江西省副省长吴忠琼 甘肃省省长张史珍 陕西省省长刘国忠 以及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斌 外界评论认为 那些披着官方色彩的这些友好协会 民间团体都是中共的统战团体 长期对美国进行渗透 分化 意图颠覆美国 中共投入巨额资金 专门用于针对海外中国社区和外国政府的工作 而美国的精英们为了一己私利 出卖了美国 根据美国媒体Axios独家报道 在长达一年的调查中发现 一名中共女特务通过长期的金钱收买和信贿赂 迅速打入敏感的美国政治界 美国官员认为 中共间谍可以处心拘虑多年渗透美国政界 这是中共主要民间间谍机构 在美国本土开展的政治情报行动 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根据美媒Axios今天的最新报道 在长达一年的调查后 揭开了几年前的一桩巨大丑闻 一名中共女特务 加州华人方方 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 在加州的政界活跃异常 专门搜罗 弯曲乃至全美有前途的政治新秀 通过竞选筹款 广泛的人脉关系 并至少跟两名中西部市长发生暧昧关系 这让她迅速接近了权力中心 美国反情报官员说 他们认为方方的上级就是中共国安部 Axios在长达一年的调查中 采访了4名美国情报官员 并对22名当选官员 政界人物 和亲自接触过方方的人进行调查 2011年 方方进入了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就读 她担任学校的中国学生会主席 和亚太公共事务联盟在该校的分会主席 在此期间 她与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 保持着异常的密切联系 在2011年至2015年之间 方方结识了湾区的许多有名的政治人物 经常与加州的许多政客一起参加活动 其中包括加州众议员埃克里·沃斯维尔 和加州众议员赵美馨 而方方曾经最努力接近的目标之一 就是加州众议员埃克里·沃斯维尔 在沃斯维尔2014年连任竞选活动中 她代表沃斯维尔办公室进行筹款活动 方方还在沃斯维尔的办公室里安置了至少一名实习生 并在数年的时间里与沃斯维尔进行了多次互动 但值得注意的是 加州众议员沃斯维尔被曝光与中共女特务的联系之后 其办公室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 沃斯维尔议员很久以前就已经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这个人的信息 并拒绝发表任何进一步评论 随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凯西 针对这一曝光发表评论说 加州众议员沃斯维尔已经很久以前就被取消了在英特尔委员会任职的资格 多年来她兜售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以获取政治利益 现在我们又发现了她参与和一个被曝光的中共间谍一起 为中共收集美国情报信息 她威胁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除此之外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 中共女特务方方通过参加针对美国市长的区域会议 迅速打入全美范围的政客网络 联邦调查局对方方进行了电子监控 发现她至少有两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有性关系 其中包括一名中西部城市市长 她还跟至少两名市长发展了历时三年的爱美关系 一位高级情报官员说 此案意义重大 一些非常非常敏感的人设伍其中 美国媒体Axios分析表示 该案说明了中共努力渗透美国政界 有的时候甚至不惜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培养出成果 可谓是放长线钓大鱼 因为中共知道今天的市长和市议会议员 可能成为明天的州长和国会议员 美国官员认为 方方在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收集政治情报 并在与中共有关的问题上影响美国新任官员的工作 美国民选官员与中共秘密情报人员之间的密切关系 可以为中共政府提供左右关键决策者意见的机会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